接着看到南韩睽违12年再次挺进士组16强 在首尔光化门广场前聚集了数千名 顶着韩风也要现场看球赛的球迷 南韩政府也特别调整了捷运班次 为了疏散群众 可以看到大家披上了国旗 南韩球迷们兴奋又叫又跳 因为小组赛的最后一场 南韩对上强敌葡萄牙 靠着商庭捕食的阶段 终于破门以2比1取胜 那么同时也以总进球数的优势 顺利抢下了16强的门票 今年的四组赛 亚洲球队十分的争气 日本 南韩以及欧洲 三队隶属亚洲足联的队伍 纷纷是闯入了16强 也再次创下了新纪录 掌握全球情势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